而这情况也很危险呢 有一位诚信的国医女学生 她可能不想到学校参加断考 所以呢她就自己请了半天假 不过妈妈后来强迫她必须到学校来应考 女同学就在坐车要到学校的这个路途中呢 她一时赌气 没有等妈妈把车子停妥 她就急着下车 结果整个人跌出了车外 而妈妈当时以为孩子已经安全离开 但没想到最后是接到医院的电话 才知道小孩受伤了 躺在单架上的国中女生 头痛到哇哇大叫 全身多处擦伤 脑部也受撞击 她因为吓到 有什么受伤什么 我们就马上就治疗这样 那现在情绪有稳定 从车上摔了下来 这一跤跌得可不清 另外发生在27号中午学校举行断考 陈同学不想上学考试 被妈妈开车强逼载到学校 女同学当时赌气 没等车停妥就开门下车 整个人摔在大马路上 头部还撞到红砖道 当时女同学坐在副驾驶座 妈妈听到关门声 完全没发现孩子跌落车外 要唱而去 女同学头部受伤 现在得住院观察 暂时不用到学校 只是不想上学 最后进了医院 心里恐怕有苦难言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